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对网络封锁 大家好 我们知道电子邮件 手机短信等均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是公民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政府却通过国家机器对中国公民实行网络和新闻封锁 切断中国公民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 更可怕的是中国政府光想通过网络封锁 来控制国人的思想和言行 以达到强权政府移民的目的 在21世纪的今天 中国公民还会在网上发表抨击实证 揭露真相的文字而被定罪 在网上因政治信仰进行合法交流而遭到被毒 为了维护强权政治 他们不惜牺牲中国公民的权利 为了所谓的维稳 他们要把一切反对的力量消灭在萌芽中 这种政府行为公然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对网络进行封锁 请大家和我一起勾呼 反对侵犯人权 反对网络封锁 反对网络封锁 从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保障 就可以充分反映这个国家人权的状况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 连宪法呼吁的基本自由都被剥夺 还能奢望有正眼的生活吗? 促进全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是联合国的职责 今天我们来到联合国前 强力呼吁国际社会 旅行职责 关注中国的人权现状 督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 遵守国际人权公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